我宣布一项重要决定 是关于爱勤奋的 看什么看 自己做了什么不知道吗 湛总 我没做什么呀 没做什么 跟客户撒谎还说没做什么 你知道你给公司 带来多大损失吗 五辆车的订单 一下就全没了 今天一大早 客户给我打电话 说要起诉咱们公司诈骗 爱勤奋 你知道五辆车的订单 现在对咱们公司得有多重要 你知道吗 湛总 您听我解释 你没事不好解释 我收购你了 我们公司不需要 像你这样的缘故 我现在宣布 从今天开始 爱勤奋不再属于营重车行 你被解雇了 赶紧收拾东西立马消失 我懒得看见你 散会 посто下 张总 开会怎么不等我呀 客户投诉了 长子们爱情不开出了 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吗 不要再说 我不是看在你是公司老员工的份上 我连你都一块开了 我真是不敢相信 你怎么可能会跟他 干出这种事情来呢 太差了是吧 这种人留在公司美好的 早晚会惹出大事的 你呀 离他远点的 他真的不能没有这份工作 走 走 走 你把这月钱给他 我不想外人说咱们公司不人意 真的一点机会都没了吗 你好好想想 从你介绍他进这个公司 我给了他多少机会 你呀 你还是赶紧去送他吧 interior 走 走 出inker 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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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来 是我 我知道 你这个月薪水还没领呢 反正也没多少 你帮我收着吧 就算是我还你的钱了 剩下的我再想办法 好的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说 说真的啊 周转明他真的有个爱情翻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 让他一次落得痛快 省得天天被你折磨 你们俩这事也就算了结了 以后各走各的路挺好 你说 把人家从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给赶出来 是不是太狠了点 你可是甲方 怎么占人家乙方那边去了 这可不像你钱菲菲说出来的话 再说了 周转明现在正在气头上呢 他不会放过爱情份的 怎么能让他消消气呢 你 我没有收到你了 我最后就没有了 我被我们的费息 这个我回到你了 我需要了 我会放过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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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